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界给崔康熙团队开出了三年250亿海币和人民币超过1.53亿的超级合同 崔康熙表示重要的比赛已经结束 我现在要谈一些话题了 目前我和全北现代的合同仍在期限内 有人说普中军教练去天津全界 所以我也会去天津全界 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 此前崔康熙曾表示大连一方 上海深花等中国俱乐部向他发出了邀请 但这一次他透露 全界的邀请诚意十足 其他几家中国球队 都是副董事长或总经理来找我 但是天津全界这支球队是董事长数据回亲自来的 据一位在华工作的经纪人透露 全界方面给崔康熙团队开出了一份 三年合计二代五十亿海币的超级道合同 但崔康熙认为如果离开全北 他更多的是寻求一种新的挑战 是为了让全北更好的发展 而不是因为金钱 随着球队越来越大 感觉球队因为我反而停滞不前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球尼认为我们赢球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